血液中的低密度之蛋白,胆固醇,是一种外胆固醇,这种物质在血管壁沉积下来,会形成周样的斑块,久而久之,斑块越积越多,就会引起动脉周样硬化。 如果把血管比喻成字来水管,那么这些斑块就相当于水管壁的嗅高,如果斑块脱落,导致心脏或脑部的毛细血管堵塞,就会引发心梗或者导感。 所以说,虽然高胆固醇不会引起太明显的身体不舍,但如果你的体检结果中已经出现低密度之蛋白胆固醇偏高,那确实需要引起警惕的。 胆固醇偏高在人群中越来越常见了,当间流传了很多关于高胆固醇血症的饮食注意事项,但这些五花八门的说法,有真有假,并不能全新。 比如下面这几个说法,其实都是饮食误区,高胆固醇饮食误区一,只能吃素胆固醇是动物性食物里面才有的,天然的植物里面并不含有胆固醇,所以有些人因为担心胆固醇继续升高,就干脆避免吃所有肉类食物,全部改成吃素了。 但这真的是饮食误区一,完全没有必要,其实食物中的胆固醇对我们身体中胆固醇的影响很少,我们对食物中的胆固醇吸收率很低,之所以会出现高胆固醇血症,是因为我们自己合成的胆固醇太多了,而且不是所有的肉都属于高胆固醇的食物,像鸡鸭肉,鱼虾都是比较健康的肉类, 高胆固醇患者都可以正常吃,高胆固醇饮食物区二,不能吃鸡蛋鸡蛋的胆固醇含量虽然比较高,但就像上面说的,食物中胆固醇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,并不是胆固醇吃得多,却胆固醇就会大幅上升。 另外鸡蛋中的卵明智对神经系统的健康有重要帮助,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对保护眼睛也很重要。 高胆固醇患者同样可以每天正常吃一个鸡蛋。 高胆固醇饮食物区三,植物油可以随便吃有些植物油的广告,大肆强调不含胆固醇,部分老百姓就被广告迷惑,以为没有胆固醇就,可以不用担心,随便吃。 但油脂的热量都是很高的,植物油只是相对猪油这种富含饱和脂肪酸,让动物油更健康一点,但并不代表它们就可以随意吃。 过多油脂的摄入,同样会不利于血脂健康,建议每天炒菜用油不要超过30克,大概是三个陶瓷汤勺的两。 各位朋友,你觉得胆固醇偏高的人可以吃鸡蛋吗?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分享你的生活经验。